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希望我们在这个礼拜 我们能够有好的表现 在华尔街方面 在经济方面都有好消息 好 接着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飓风Franklin 现在持续的增强 会为东岸地区带来的是危险的巨浪 那么在东岸地区接连受到飓风侵袭 这个Franklin持续往上增强 那么已经是三级飓风的姿态逼近 虽然它是不会在美国登陆 但是它是会为东岸带来危险的巨浪 另外还有另外一个是热带风暴 意大利亚在稍后也是会增强成为飓风 那么预计它会在佛罗里达州登陆 而且还带来暴雨 当地现在严阵以待了 而在现在呢 飓风中心也警告 好雨或者会造成水灾 预计是明天早上最早29号 就会引发危险的风暴潮 还有强大的雨势跟强风 在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他也呼吁当地的民众要做好准备 那么在紧急行动中心 也会24个小时的运作 在佛罗里达州的州政府 也动员了1100名的国民军戒备 准备如果有必要的话 赶快投入救援 在部分地区呢 可能会要停课个三天 让居民还有学生 都能够留在安全的地方 不要出门 避免受到风灾的影响 下边呢 我们再看的呢 就是在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 现在一个新的调查发现 不同的民众对国家 在种族平等方面的评价 是有着明显的差异 接近70%的共和党选民 他们是认为 已经有些相当的进步 但是呢 同样这个意见的民主党选民 则不到40% 超过80%的非洲裔的 这个民众是认为 现在美国的社会 还是需要努力 只有不足一半的 这个传统白人 认同这一个 需要继续努力的观点 在现在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 发现不同的民众 在现在的话 对国家的种族平等方面的认同 评价是有蛮大的出入的 对于如何来促进种族的平权呢 70%的民众则说 同胞是可以在不妨碍他人 日常的情况下 来个游行示威 就是protest 我们来游行示威 和平示威 39%的民众认为 静坐 坐在那边不说话 不妨碍 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只有13%的民众 他们赞成示威 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的运转 而且如果示威 破坏公众或私人财产的话 支持这种示威的活动的 受访者只有5%了 而在首都华盛顿在1963年8月28号 还爆发过25万人次的游行 在马丁路德金恩博士 那天在现场发表了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的演讲 而这一次民调公布的日期 也正好是否 金恩博士 I have a dream的演讲的 60周年纪念的前夕 下边我们再看的 这是在关于FAA 现在对于咖啡机的pilot 这些机师们的一个调查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现在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调查发现 将近有5000名的退伍军人 那当然他们要转任民航机师 他们在军中就是飞行员 他们是一方面像FAA说 自家健康状况 不错可以飞行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们又领取退役官兵的残疾福利 可见呢 就是行业内在瞒报 隐瞒的盗领的现象 相当的普遍 也威胁到航空安全之余 同样的对于福利的公帑 也被耗用了 被挪用了 FAA的发言人已经证实 这个报告牵涉大约4800名 现役的民航机师 这些机师的医疗记录 可能失实 不是真实的 甚至于是作假的 目前一半的个案都完成了调查 另外还有60名机师 在调查期间是需要停飞的 相关部门则说 当局会以医疗状况来衡量 机师的风险 但是大多数人是可以继续飞行 在现在退伍军人事务部的监察长的办公室 表示也正在调查这件事情 一旦发现有机师诈取退伍军人福利 也可能会把个案移交到司法部 FAA说将会因应个案来采取额外的措施 必要时也会采取执行的执法的行动 对此机师工会和业界团体都已经提出呼吁 就是官方允许机师重新提交资料 避免因为蛮报没有诚实的上报而首罚 好 我们新闻看到佛罗里达州的消息 在佛罗里达州昨天已经确认了 在Jacksonville26号发生了三名非洲裔 被杀的事件当中 凶手就是一名21岁的白人男子 他曾经接受强制性的心理健康检查 但是还是在佛罗里达州合法的购入了涉案的枪支 他在案发前还曾经试图进入附近一所大学 但是被拒于门外 在我们今天的新闻结束以前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呢 朋友们还记得Simon Biles吗 西门拜尔斯 这个名字会不会觉得好熟悉啊 是的 他曾经代表美国的体操队 在奥运的比赛中大放光芒 后来呢 也因为在这个体操教练方面 美国国家体操教练方面的性侵事件 他也是备受瞩目 那么在Simon Biles呢 现在十年之后 他再度的参加体操的这个竞赛 仍然还是位居榜首啊 这位体操明星是在昨天晚上 又为他赢得了创纪录的第八个美国锦标赛的冠军 而现年26岁的Simon Biles才刚刚结婚 还是新婚不久哦 他也有可能是在美国的体操史上啊 是最伟大的体操选手 可能不会是唯一 但是会是之一了 好 这个呢 在这里呢 就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五件新闻方面 胡美健为朋友们翻译编辑和播报 谢谢你的收听 而在这儿还是要借这个机会 再度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这个就是New Smile Implant直押中心 在中国城跟Galleria两处诊所 现在提供完全免费的X光CT断层检验和咨询 这个在靠近中国城的诊所的免费咨询时间 是在礼拜三的早上9点到12点 在Galleria的诊所是礼拜二的早上 跟礼拜四的下午 但是朋友们都必须要预约好吗 请您事先电话预约 8-3-2-5-5-4-6-1-1-5 8-3-2-5-5-4-6-1-1-5 现在就可以预约了 而且直牙加上上面的牙套 一共一颗是1995 如果你值的是三颗或以上的话 每一颗都减少200元 负责医师是黄医师 哈佛大学的直牙专家 而且已经有一万多个成功的案例 技术是绝对值得朋友们信赖的 现在就可以跟黄医师的华人专线联系 8-3-2-5-5-4-6-1-1-5 好 朋友们休息一会儿 下边精彩节目 欢迎你一块收听 下边